聽到提問 副總統笑容藏不住 畢竟二零二十大選 民調再拿第一 讓賴清德跑基層更賣力 雙手高舉過頭鼓掌 比旁邊的蔣萬安還要熱情 賴副總統積極與各領域接觸 和外賓交流 也得捍衛國家立場 前一天接見普瑞哲時 賴清德也強調我們會善盡責任 促成兩岸和平發展 共同維護 印太安全 對外積極佈局對內也要凝聚 上行李 賴清德主動協調 令委初選的派系紛爭 替二零二四總統大選排除障礙 同時也要迷平過去 跟蔡英文的初選裂痕 因為他會採取一個 比較合理的方式 和諧或和緩的態度 希望讓大家認為說 他是具有能夠整合民進黨黨內 一個協調的一個能力 在過去選舉這樣的一個搭檔 我想這樣的一個裂痕 跟大家認為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隔閡 可能已經被消滅到的一個程度 蔡賴搭配有默契 兩人互相尊重 也不難從小地方看出 賴清德三月二十號 就已經接見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歐布萊恩 但一直等到蔡英文隔天兩點 完成授勋新聞稿發出之後 才對外公布和歐布萊恩的會面 儘管民進黨主帥還沒上正場 為了承襲蔡總統打下的江山 賴清德得步步為營 現在喜歡曾經的就是GNS1組 太不薄的